张国立扮演财神 同年回忆 电视剧才神传奇播出于1999年 张国立 陈志鹏 杨若熙领贤主演 该戏播出前 张国立已经凭解康熙为福斯访计证明了自己 陈志鹏是小虎的一员 此代明星光华 此外 1998年红遍两岸三帝团注格格热播 关于他的人气 梅凯尔度助力 张国立 陈志鹏 杨若熙黄金三角 张国立扮演财神 陈志鹏扮演昭歌 杨若熙扮演宝妹 张国立曾经也是小鲜肉 今天回忆起财神传奇还发现两个熟面孔 一个人们的名义大坏蛋赵瑞龙扮演者冯雷 他在戏里扮演王爷 也是一个坏角色 一个比较知名义 任徐静磊 他在财神传奇里扮演小玉 在张国立与陈志鹏面前 杨若熙显得格外渺小 不过财神传奇这波之后 他的知名度也得到节节 杨若熙传奇里徐静磊扮演小玉 有没有被惊艳喝喝喝大家认识赵瑞龙吗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列上了同剧组男演员刘薇 此人出生于1957年 杨若熙出生于1980年 两人相差23岁 在以前人看来 这样的年龄差也太不被人祝福了 从后期的结果来看 还真印证了老人口头禅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原本有一个做超级明星机遇 可惜杨若熙太重感情 结局就是搞得自己一声三不说 还与刘薇分到了杨彪 杨若熙与刘薇 关于杨若熙与刘薇分手 外界办法很多 总结成一句话 那就是刘薇太对不起杨若熙了 人家那么爱你 人家比你小那么多 的确 2008年1月份的时候 曾经媒体大片出报道 杨若熙会办会依佛门 后期 有记者询问杨若熙与刘薇感情时 女方哭泣不得了 直言 刘薇去美国了 已经几个月没有联系她了 最终两人在长时间分居下 结束了长达几年的感情 对于杨若熙本人 刘薇则是闭口不谈 被刘薇甩了 杨若熙很伤心 用情态深傻丫头 媒体曾经一度大篇幅报道 她回衣服门山国立与杨若熙合作独次 杨若熙一直把国立视为老公最佳选择 所以每次拍戏的时候 国立都怕妹妹用情太深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自拔 说句良心话 杨若熙如果当年重视夜一点 不和刘薇甩拓 绝对绝对大红大字一人 可惜往事煮云烟 一切不能重头再来 留给观众的只有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